来吧 人马好久没玩了 大虫子打野 来个这个版本最OP的打野 没锁到吗 天赋直接看左下角就有了 只是最近玩的少而已 前段时间天天都在玩 这英雄为什么比赛登场率这么高非万必选呢 就是因为这英雄刷野又快打又强 抓的能力也强 打他也还可以比较全能一点 还有一定的坦度 这一手刷野就可以领先绝大多数打野 就野区不管打谁你都打得过 最起码不落下分 我确实还不错 我属打她 这条部分 这些是要去 身体是要去 可是马上来 要去 我来 拼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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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弹的应该是不会过来的 先把城给交 我刚要抓你就死了 这时候开几跑杠他等他跑了再开E 然后把他往回推 他就死了 这种线的话一定不要开E 开E的话他有闪现就走了 不应该过去的 在上路待太久把CD先买了 再来把长剑这样 缺下好了 来个music 我刚好在家里面赶紧把他野都给他反 我们打完这个F6他差不多就到了 等他到这个F6我再吃他石油冷 等级一样能领先他 大同志英雄刷也不慢 但是比起冷码还是差一点意思 不过 直接抓下了不要不要看 配合队伍 咱们回去再刷石油冷F6 就领先他四足也有点缺朗 买这个水滴 这样的话自己方便C 比赛的打法不一定是用路人局 你比赛的话你有配合知道队友实力水平 你路人局每一把队友的话他都不一样 他可能是人他可能也是鬼 你对自己了解 多想着自己carry 所以你的队友非常给力 不要老想着躺 太想着搬队友 你队友要是比较carry的话 你就可以搬一搬他 给他多烂点经济也可以 我两两次死了 他跑不了 自己c不了那就没办法 这套出弹打法是最适合自己路人局单排打的 你直接用R比赛他 再踢一脚把他调 这样的话他还R不了卡特 哥太大了是红 我这不把蟹吃了深七去 反这个大童子 他好像没吃红 等他来红 再吃个F6 然后再去红抓吧 把这个暴走跌起来 他不会去我野区了吧 算了我没什么懒不搞他 先杀女警过来我7级 别开急跑 这三大别怂就好 跟上 三大跟得有点慢 我差点死 没关系我征服这边 这不得直接避啊 不然的话会 可能会掉先分 这队友要是跟得太慢的话 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 你第一时间是在一打二 对面就等于白打你了 不过这把比较顺比较飞啊 这波大反我要是六级可能就死了 我先看一眼 我WUFF有没有 好 再去先分待待他 他打先分他就死了 这波 先分没打我们就抓男枪 别怕别怕 别怕别怕 直接直接杠他 我都不知道他胆子怎么这么肥啊 这大同志 肆无忌惮 是时候收拾一下他 我卡特捡了我好多个人头 这个啊刚刚好最极限的位置 这人马跌水滴还是很快的 主要我们的QCD本来就快 这把的话就等于抓爆山路了这样 其实这么打的话 没什么节目效果 这不是送吗 三个 看着男枪回不回来 他不回来我 再跑 我把Q层数先跌起来 我确定要这样子吗 差一个Q 来杀他 哎呦卡了一下 那还可以 再来把传剑好了 这依血塔可以收了这样 这剑魔这波开心 这依血塔加一个头他吃了1000块钱 感觉可以杀他的 差一点点 是 是 曼 7级的女警 他可能在打兽了 看一下 我是不是摁了一个治疗 我感觉我这伤害应该是可以给他秒了 2QA加三项 那个血量肯定死 完了人马起来节奏太快了 就没啥意思 所以一般我都不玩这种英雄 腰致一下自己的这个实力啊 我可以去搞一下这个泰坦 我们这边 英雄收购能力都蛮强的 不把估计15轮码了 应该给你们开个竞争 这个水滴能不能叠碗 要买个摸起来 我可以打给你 再来一下 我感觉我心里也能和着你 再来一下 这一尾 因为我正在地上我在瞄着你 蓝枪来算了 蓝枪没来可以杀了 我伤害还没那么高 等我磨切买了 所以你要顺一点的话 有三枪加磨切一脚可以把脆皮AD踢死 带不带 果然 嘿嘿 这些玩压索的都很贪 给他吃大招都没关系 没关系给他打 他打不过我们 往下上 再往上走 然后Q破盾 再一脚踢过去 再打个AQ 我的凯旋没吸上吗 差一点点 这赛娜给我交 我刚才以为是对面的开的大 我还走位给他扭了一下 找到我应该吸的他这个盾就没关系了 最近补一个板甲来好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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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就不跟你打 看你急不急 谁急了谁就出问题 谁忍不住呢 让我看看 哎呀对面忍不住了 对面忍不住 投降了这边 伤害拉满 下一把下一把